欢迎您圣童八旗将 我是安悠琪 中国从明年的1月8号开始 即将全面解封 而且开放出国 但问题是 中国的疫情现在这么的严重 死亡人数超乎想象 因此有不少的国际传染病学者 开始忧心 在中国开放之后 会不会全球的新变种病毒大爆发 难不成像德国媒体所说的一样 全球疫情要从头再来一次吗 甚至有专家直指 中国的突然解封 背后竟然是习近平放毒 全球的恶毒阴谋吗 也因此行政委员长苏贞昌 今天在临时召开的 扩大防疫会议上面 他就表示 今年春节预估 从中国入境台湾 也是本国的人次 可能会突破三万人次 所以台湾真的不能够 不小心应对 而中国和北韩 最近还联手 频频的在东亚进行挑衅 所以现在美日台 还可以说情势非常的紧张 也因此台湾 昨天宣布了恢复疫情 为一年 这样的一个消息 是登上了各大国际媒体的版面 显见全世界都在看 面对中共的威胁 台湾到底会怎么做 而台湾新制的义务义的义男们 而未来又会面对什么样新形态战争的训练 但是讲到疫情 再加上今年传出了 我们税收超征4500亿 到底要不要还税于民 都可以看得出来 民进党现在已经开始在拆2024的卫报 但了吗 重点是能不能够拆得成功 而在国民党的部分 九合一大胜之后 竟然真的是内乱的开始 不但政府议长的选战 爆发了退党潮 而且在选后 党中央确实也开始大开杀戒 现在竟然连蒋万安 台北市政府的小内阁人士 都可以让蓝营内部炸锅 这到底是什么状况 难不成2024蓝绿又开始风水轮流转了吗 好 先为你介绍今天的来宾 首先欢迎资深媒体员丁学伟 各位大家好 民进党的委赵天宁 大家好 社民党台北市议员苗波亚 大家好 南章卫门座家周伟航 大家好 陆军备翼少将于北辰将军 又齐好 大家好 财经达家村民宽 又齐好 大家好 好 我们就先来看 现在真的是全球挫肋蛋 因为中国从明年的1月8号开始 全面解封不说 还开放出国 所以现在有不少国际传染病的学者都很担心 现在中国境内多少变种病毒都还不知道 因为现在是盖牌的 所以一开放之后 会不会全球的新变种病毒大爆发 而且从中国现在死亡人数这么多来看 这个病毒恐怕不输给最早的病毒那么毒 所以就请教敏宽 台湾接下来真的要小心 现在是不解封经济苦 解封到时候疫情又会再度的满延 我们来看富比市 富比在星期三的下午开出的一篇最新的一个报告 吓死人了 他们说什么呢 他们说2022年是富翁的屠杀年 富翁屠杀年 这个富翁屠杀年总共屠杀的金额是台币60兆 其中最糟糕的是美国 美国大概损失18兆 结果你知道这当中有一个人真是太厉害了 谁啊 马斯克 马斯克一个人损失4兆台币 那现在对于整个全球经济来说 经济是下行的 那经济下行 中国出现了一个非常吊诡的现象 现在中国不是天气非常寒冷吗 请各位注意 魏建伟穿短袖的 魏建伟他穿短袖的 突然间晚上出来 突然间写了一个早日解封 那为什么要早日解封呢 魏建伟深夜解封代表什么呢 代表第一个中国真的没钱了 搞了三年又要核酸检测 又要盖方舱医院 搞到整个民生凋敝 所以现在呢就要早日解封 结果早日解封 你知道第一个时间发生什么事吗 什么事 之前大家都在找移民嘛 那现在呢 找班机 找饭店 找旅游点 所以据传搜索的这些所谓的软体 一下子紧喷喷了七倍 喷七倍 为什么呢 中国其实他们已经预练过很多次了 单单最近两个礼拜来 这个消息出现过几次 第一次传一月三号嘛 那现在确定了 拍本定案 一月八号可以出国 那搜索的系统紧喷对不对 然后出国的地方呢 前三国 现在又爱又怕 为什么呢 包括日本 包括南韩 包括泰国 那这几个国家都有共同的点 你知道发生什么事吗 什么事啊 过去在没有疫情的时候 他们每年单单接入课 都是数钱数到手抽筋 那现在呢 遇到这个状况 就又爱又怕 为什么呢 钱是全世界都不景气嘛 钱是一定要赚的嘛 那疫情就如同刚才又齐说的 那现在这个变种病毒 各位你去想想看 十几亿人口当中 只要谁变个五亿人六亿人 那个病毒就在那边一直转 一直转一直转 到底会转出什么样的格局来 结果呢 现在呢 确定可以来 确定可以来 可以来 但问题是怎么来 那怎么来呢 大家日本呢 第一个时间先做好了 日本现在任何人到日本去 是不需要核酸检测的 不需要做口水检测都不用 那日本呢 就封在四个机场 包括了成田机场 雨田机场 关西机场 明古屋机场 中克要来 中港澳 从这四个机场来 只能从这四个机场来 其他不收 然后呢 还特别说 中港澳要以内仪管 只有这边要恢复所谓的检测 那这个讯息 拍板定案完之后呢 欧洲啦 印度啦 大家一看 我们跟着学 当然要跟啦 所以欧洲也严防 意大利 印度通通说了 只要是来自于 中国相关的旅客 入境全面PCR 那我们说 为什么这个时候 要赶快来开放呢 一来也快过年了嘛 赶快抓一个商机 二来是 只包不住火 只包不住火了 现在跟各位说 什么叫只包不住火 我们所说的任何资料 都是国家统计局的资料 我们不会去抓那些奇怪的 中国国统局呢 最近做出了一个 你可以说他说了一个大实话 但是也捅出了一个大窟窿 我们现在看哦 中国大陆工业企业利润的年增率的一个表现 我们就可以来发现了 这有几个重点哦 从七月份开始 七八九十十一 连续五个月哦 请各位注意 全国都是负数 而且还越负越多 全国都是负数 越负越多 这个刚又其有谈论到 但有另外一个更大的一个猫腻 他们坑这次坑谁 坑外商 坑外商 我们再来看哦 国外的香港的澳门的台商等等 那外的部分的话 包括了日 包括了美 包括了欧 包括了韩 请各位注意 从整个五月份开始 五六七八九十十一 通通是麦拿石 那通通是麦拿石 各位生意好不好做 每个月都在衰退 怎么会好做呢 每个月都在衰退 各位这怎么会好做呢 然后再加第二个讯息 第二个讯息我们来看哦 中国讯息通信研究院 这个是中国的半官方的一个组织 他们会把每年 包括了手机 包括了设备 包括了吉他等等的出货 全部都算出来哦 我们现在来看哦 这是我从他们的原文 直接抓下来的简体制 今年的一到十月 国产品牌手机出货累计 一亿八千六百亿部 然后呢同比同降百分之二十四点五 但现在重点是在于 状况在恶劣分成两种 一种是恶劣中会好转 另外一种是恶劣中更加的恶劣 那目前呢状况是什么呢 刚好是最差的那种 是恶劣那种再继续恶劣 为什么呢 因为十月份 这个是到目前能够抓到的 最新的一个数字 单单到十月 又下修了百分之二十七点五 我们刚好跟各位说 一到十月是下修二十四点五嘛 所以又起 邪劣是不是在增加当中 是啊 状况越来越不好 这个也是为什么昨天 为什么美国股市跌 南韩股市跌 中国股市跌 台北股市也跌的原因 因为大家突然间发现 大家的存货都非常非常高哦 那存货都非常非常高 重点就因应嘛 对不对 现在很多人都在裁员了 这个时候呢 中华电信今天早上很重要 为什么呢 中华电信今天早上特别说的一件事情 他们说前几年景气好 都是加薪 又有做整个所谓的一个 往上调薪的一个动作 那今年状况比较差 那怎么办呢 中华电信除了薪水之外呢 他们就说 一次性的奖励金一千块 虽然说不多 也算撩表薪意哦 他们说前几年景气好 都是加薪 又有做整个所谓的一个 往上调薪的一个动作 那今年状况比较差 那怎么办呢 中华电信除了薪水之外呢 他们就说 一次性的奖励金一千块 虽然说不多 也算撩表薪意哦 但这时候一来一回一比较 中国大陆真的很辛苦 我们来看中国 中国在过去的二十年 我们不得不说 他们的领主舰 已经是全世界第一了 但最近呢 突然间发现一件事情 包括什么安生煤啊 包括了本田啊 包括了丰田 慢慢的在去中化 你知道为什么 在慢慢去中化吗 受不了了 之前的三年 是因为新冠疫情的一个问题吧 结果到了2022年之后 他发现了一个问题更大 什么问题 各位你都知道 2022年2月份 非常重要一件事情 是俄务战争 那俄务战争完之后 整个世界的秩序就改变了 那世界秩序改变之后 大家突然间发现 现在只有几个国家 敢跟俄罗斯站在一起 中国 北韩 伊朗等等 那如果说 俄罗斯的事件 重演在中国的一个身上 万一在整个台海两岸 发生个什么冲突 全世界的整个抵制又开始 这个要怎么办呢 所以呢我们就来看 现在最辛苦的 刚开头就跟各位说 为什么马斯克 今年的财富会 蒸发超过四兆台币 现在的特斯拉 前有狼后有虎 中国经济在减速 在放缓当中 比亚迪现在又急起直追 比亚迪现在的出货量 比特斯拉的出货量 还要更大 在中国区 在中国区 那上海厂 他们就说 奇怪了 怎么一直在休假 怎么一直在休假 耶诞节刚休完 现在又说 春节要再休12天 所以可以确定一件事情是 要么就是有染疫的问题 要么就是车太多 卖不掉 但中国经济减速这件事情 一定是确定的 不过习近平在疫情方面 这个束手无策 现在竟然就杀手不管 放毒全世界吗 难不成真的像这个 德国媒体所预言的 我们全球疫情 要再重新再来一次吗 可以不要吗 这起来他这个博雅 现在中国状况 到底有多恐怖啊 来看看现在中国 一些最新的消息 都买不到 你看在这个所有的里面呢 他也有说什么 这个台湾的货架上面 也有很多止痛退烧药 都慢慢的被这个买完了 那想说台湾最近疫情 没有特别严重啊 买给谁呢 因为呢 这个很可能买去 寄给在中国的亲友了 就像是这个一位 有位廖先生透露说 他跑了五间药局 都买不到这个普拿藤 其中有一间药局 老板跟他讲说 普拿藤全部被台商包走 如果你现在想买 不好意思 一盒要1500 一盒要1500块 等于是原价的差不多10倍嘛 10倍以上嘛 普拿藤一盒1500块 但在这边也要稍微 宣导卫教一下 不是说只有普拿藤才有用 只要你有相同的 这个西安分的成分呢 其实呢 都是可以来止痛退烧 只是说 现在有时候 买这个普拿藤 寄去中国的时候 很多网友 在网路上po文 有看到说 去邮局 看到有人在寄包裹 里面这个一包一包的 都是这些止痛退烧药的时候 当然 我们台湾也是受到了 一点冲击嘛 那接下来呢 再来看看呢 中国里面的状况 就是说 这个我们有一个艺人 叫做吴尊 之前呢 曾经 因为他搬到上海去 他有称赞过 中国疫情控制太好 而且他还打了中国的疫苗 但是最近中国突然解封的时候呢 又出来 他有po文透露消息说 一家四口都确诊 然后呢 他说七种症状产生 直接崩溃 说真的被新冠打倒了 因为他什么症状都有 发高烧 发冷 肌肉 吃痛喉咙咙痛 头痛咳嗽 失眠 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好 最近在这个网路上 也传出相知 黄安 也说他确诊 然后确诊 也是买不到药 等等的 所以过去几年来 我们看得到了 很多的在批评说 台湾防疫如何如何 固然台湾的防疫 也许不是100分 也许说80分 其实20分还要改善 可是你看看 现在中国的状况 像是几分 现在中国的状况 是连这些 平日也算是经济能力 还可以的人 现在也通通陷入了困难 甚至连最普通的 这个止痛退烧药 都买不到 那但是 无尊啊 这种黄安这种 还算相对比较幸运的 来看看 这个不幸往生的 现在呢 这个已经到 什么样的情况 这是在推特上面 很多网友会贴上 一些影片跟照片 让大家看看 中国的实况 这个是一个殡仪馆 殡仪馆它是 大量使用方舱 作为临时停尸间 现在方舱都用来 做临时停尸间了 过去方舱呢 是轻症的病人嘛 或者说所谓 无症状隔离嘛 现在是做停尸间的 然后中间 这个更是聪动啊 中国某县城医院 病患不是 躺在院外的病床上 是躺在院外的地上啊 病患躺在草地上 还有草地上 怎么感觉都是尸体啊 整个人满为患啊 当然他们还有戴口罩啦 所以这应该是 他们推测说 应该是病患 只是说 里面整个人满为患 真的完全没办法 收治的时候 是这个惨况啊 然后呢 再来这个是什么 这个影片呢 它播放出来是说 已经到半夜两点了 火葬场的门口 还排满了车啊 就是一直不断的 不断的在 一直不断的在运转嘛 那这样子 这个运转的状况 其实我们之前 也曾经看到过啊 有一些这个 中国的这个 所谓的火葬场 它已经宣布说 因为机器 不断的运转的关系 坏掉了 没办法再继续运作了 这些新闻 其实大家都可以看到 那这样子 这个运转的状况 其实我们之前 也曾经看到过啊 有一些这个 中国的这个 所谓的火葬场 它已经宣布说 因为机器 不断的运转的关系 坏掉了 没办法再继续运作了 这些新闻 其实大家都可以看到 那在台湾疫情 最惨的时候 跟中国现在 他们其实算是 疫情刚开始哦 他们这个还讲了一句 这个话叫做 快速过风 年后好开工 什么意思 就是说 赶快感染人数 冲上来冲上来 群体免疫啊 在农历春节过后 就可以开工了 那现在这句话 其实听起来 就是共产党的传统 共产党的传统 就是把它丧事喜办 明明就是不好的事情 然后它还要讲成好的 比如说武汉肺炎大爆发 它还要把它讲成是 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抗疫成功 那现在呢 你疫情控管不了了 大船突然转180度 船已经快要倾倒了 你在说 要快速过风 年后好开工 这个是他们一贯的 这样子宣传的方式 所以这个洪风 其实还没来 还在上升中 浙江的台州医院 1400个职员 感染阳性 光是一个医院 有1400个职员感染 你看这个多么严重 上海的这个华山医院 80%的医护已经感染 这时候大家要去想 好那医护感染的话 要不要上班 如果这80%的医护 他感染都不上班 请问谁来救治病人 但是如果这80%的医护感染了 他要上班 请问谁来管控 这个院内感染的情况 对不对 那所以在 以中国的状况的话 80%的已经感染了之后 这家医院几乎呢 等于是停摆了 那停摆了之后怎么办呢 其他医院 当然负载会更重嘛 有一个华山医院的急诊科主任透露 每天救护车原本一天30辆 现在一天是90到120辆 也就是说急诊救护车 已经到了原先的三四倍 三四倍的这样的状况 所以医疗会不会崩溃 我们的这个台湾的防疫指挥官 王碧胜 其实在上个月的时候 就曾经预告过 他认为中国的资料看来 如果疫情爆发的时候 医疗资源会不够 那现在呢在中国确实很多人 是担心这样的状况 甚至是什么 不是只有医院 不是只有火葬场的问题 现在连国营公募的业务 都已经超过负荷了 那最后这个 网友投稿 上海牧原号召谁 号召全体共产党员干部 支援殡葬一线 就是中国共产党 现在会不会变成了 全地球的殡葬最大党 因为他的党员干部呢 都被去号召说呢 要去支援公募啊 因为他说什么 三家兵仪馆目前 业务量超负荷 要请求广大党员来支援 他要求说 全体党员干部同志 身先士卒 率先垂范 带领广大职工群众 克服苦难 勇挑重担 共渡难关 可是呢里面呢 这个下面网友就给他吐槽了 他说请问去支援的报酬是什么 你去支援的话 未来你是免费火化吗 员工福利 当然你说中国网友 为什么会讲话这么酸 因为呢 其实确实在生活 遇到困难 遇到困苦 不过呢 讲到这个中国的疫情 那么恐怖 天哪 我们才刚熬过 那痛苦的三年 而且呢 这个行政院长 这个苏仁昌呢 在今天这个临时的 扩大防疫会议上面 他还讲 今年的春节 至少会有三万人 从中国入境到我国 所以我们怎么能够不小心 而且学伟你说 你认为这一次 这个中国突然的 这个全面解封 背后是有暗黑阴谋的 是要放毒全世界 现在就跟你讲说 中国大陆他规定说 一月八号开始 要开始有序的恢复 他们的公民 出国去旅游 可是你有没有发现 这个时间点 让世界就担心 非常非常恐惧跟担心 为什么 大陆现在的疫情 人家讲说是雪崩性的 那个爆发 而且那个什么毁灭性爆发 那你竟然在这个时候 你竟然把他们的国人 放出去外面的话 大家当然也揣在等 第一个宣布说 对中国大陆的旅客 进行全员 进行谴测的 就是日本 日本 真的应该啊 因为日本以前很干净 干净的地方的话 对病毒抵抗力就弱 所以他们担心他的国人 如果一旦有什么变种进来的话 日本死伤很严重啊 对不对 所以日本第一个 就是放第一枪了 就觉得说 你路客来 全部都要全员检测 那台湾要不要 之前很多专家就说 在过年春节期间 大陆有很多什么 那个什么台商 还有很多路客 他们会来台湾过年嘛 对不对 现在估计大概有三万人 好怕三万人 那我们现在开放 至少仅仅有四个点 所以这个风控 应该比较简单 那今天 那个什么 苏森商他也决定了 就到时候对路客来的话 在机场做什么 那个唾液的PCR检测 那一定要啊 对嘛 你就电话留下来 你测完如果是阳性的话 要去昆阳实验室 如果是阳性 赶快把你叫过来 叫你抓来 不可以乱照 因为你阳性 对不对 另外有什么更好的方式的话 苏森商要参考各国的应对做法 那我就讲说 其实中国大陆 为什么大家会 全世界会对他相当相当的恐慌 你知道吗 我们现在不是讲说现在世界上的那个 盛行株 病毒株叫做Omicron 对不对 那Omicron 只攻击什么 上呼吸道 对啊 感觉死亡率没那么高 对就是你鼻子可能不舒服 鼻液啊 什么都喉咙痛啊 什么东西就到这边为止 不会像之前的 Alpha Delta 攻击到肺部 对不对 可是现在不对哦 中国大陆现在开放之后 我们不是讲说什么北京 武汉 河南的各地 那个殡仪馆 死的人很多都在烧 连医院的那个殡仪馆 那个车 零车是用排队的 排着等着要去烧 对 他们就觉得很奇怪说 哎 有什么怎么死得这么吃 而且他们从老到小的死亡都有哦 对 这个而且中青年哦 我们之前不是讲过说 又出现两三年前 在那个地铁 突然间有人入导的那个情况嘛 对 更夸张的是这个入导送到医院 直接插管没多久就挂了 后来他们开始做CT 就电脑断层扫描 然后就开始发现说 这些人的肺部白茫茫的一片 你知道吗 白茫茫的一片 那不是刚好肺刚爆发的时候 这就是当初Alpha Delta的那个时候 就是这个肺部纤维化 人家就讲说 这凶暴的 为什么这的时候 Omicron在全世界都没有这种情况 为什么唯独在大陆出现 对啊 就大陆最严重啊 对 那久了之后你知道吗 其实啊 这个他们称为白肺 最近已经升为微博热搜 这表示很严重啊 大家都去微博查看 他在为什么要白肺 为什么我有啊 不然他去查干嘛 对嘛 现在慢慢有很多消息出来 包括那个北京 有那个医院 他就讲说 其实说真的 他在医院六个小时 竟然就收治了 二十九个发烧病患 发烧门诊 七个人除了说 他是家人或者自己去拿药 可能是生病咳嗽拿药之外 其他二十二个人 全部都出现白肺症状 你说那些患者 全部都出现这些症状 你说比例高不高 高啊 还有人竟然说 送过来之后 那个白肺 他竟然七十岁的老人 竟然就去医院之后 短短的一天时间 肺部纤维化 白肺症状 占据了四分之一的范围 一天内肺部纤维化 整个就纤维化起来 人家就说 这很恐怖 这跟当初那个疫情 刚开始的时候不是一样 前央视组织的 那个樊登 他的爸爸也是送到医院之后 他讲都没多久 他是测血氧 八十八一送到医院 照CT一看整个肺也是白色的 所以那个很多现代症状 而且我们春节真的要小心 而且他们现在内部流传出来 有一个内部文件 他们讲说 现在这个感染的 不全然都是Omicron 竟然有原始病毒株 就是2019年武汉 那个病毒株一模一样 大家都觉得伤脑筋的 开始头抓破的都不难 真的那个病理学家 大家病毒学家都想不出来 那怎么回事 照理病毒的那个生活 那个眼镜有没有 对 今天是什么眼镜的是什么 感染力强的 不是致病性强的 是啊 所以那个病毒眼镜到现在的话 你看为什么Omicron会盛行 因为他的感染力很强 大陆现在还有什么BF7的 BF7的 还有什么BA.5的 BA.2.75的 什么XBB的一大堆 现在查出来说 大陆总共有13种变种 至少13种 对那这么多种变种为什么原始病毒株又出来感染 人家就开始阴谋论就开始慢慢出来 你看他们讲说这个这个卫健委他们就讲 他们出来赶快解释说 没有没有白肺跟原始病毒株跟疫苗没有关系 疫苗接种没有关系 那问题是卫健委讲的话你相信吗 当然不信啊 之前就开始盖牌 而且这个时间点又很巧 之前中国才把它改成新冠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你有没有改成新型冠状病毒感染 把肺炎改成感染他就不是肺炎了吗 他就是告诉你 没有啦 这个白肺症状有很多啦 可能就是说你抵抗力弱啦 什么不行啦 感染什么东西乱七八糟一大堆 讲了一大堆就告诉你说 这个白肺症状就跟他们无关啦 那可是你越讲这样的话 人家越不相信啊 对对你知道现在大家都觉得说 你竟然这样的话 那放毒就开始阴谋论出来 我刚刚不是讲说这个原始病毒株 现在只可能存在实验室啊 那这个时候跑出来 感染人的是什么原因 大家就开始阴谋论出来 放毒 为什么是放毒 就有两种可能性 他说放毒是谁放的 第一个习近平放的 为什么 习近平之前他不是坚持清零吗 那现在逼我用白子革命 逼我说要开放要干什么 你看把开放就死这么多人嘛 所以他就把毒放出来 那你们这些人死的时候 他告诉你说我以前清零没有错 不用甩锅给我 对清零风控说不干我的事 现在你们要解放是你们要求的 那你们死人 那你们自己负责任 那另外一派的话说法是怎样 是习近平的反对派 他们现在放毒 为什么 我就觉得说你习近平上来之后 我在三月 明年三月之前 那个什么人大会议之前 开会之前 我在让你没有办法连任国家主席嘛 就让你国内交投烂额 搞来搞去不管是谁 如果真的是放毒的话 都是拿人命开玩笑 你知道吗 一口气死这么多人 只为了要图你自己的一个政治目的 所以人家就觉得很奇怪 好啦 那为什么人家还会奇怪 就是说 这一次的怪症状纷纷出容 你有没有发现 这个是一个安徽的一个妇女 她说她得了这个之后 她那个脸开始出现很多皮屑 而且那个皮屑皮肤是黑的 你看人家都说 你这感染的叫做黑猪吗 否则怎么会整个脸都是黑的 你看黑成这样 她说连她亲妈都不认识她是谁 你看 你就知道 我们第一次听到有这种症状 对 对对 那很奇怪 那另外这个更夸张 这个天津一个男生 你看 他的症状是什么 舌头变黑色 你真的怎么舌头变黑色 这个舌胎全部都黑的 而且不仅舌头变黑的 连他的牙齿缝里面 都出现了很多的暗沉 人家讲说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怎么会有这样恐怖的症状 那后来医生是跟他讲 你可能是抽烟 免疫力差 这个哪像抽烟造成的 反正就要找一个理由 糖塞过去 他也查不出原因是什么 你看像这个 整个皮肤都黑的 那另外还有一个正宗的男的 他除了喉咙痛 脸之外 你看这个脸部脱皮 你看这个脱皮很夸张 这个几乎是皮 每天就像人家那个昆虫在脱 你看脱到那个脸都肿起来 你怎么发生 他那个脱皮 所以人家讲说 这个很典型的 就是不死也脱成皮 就是这个人 就是这个样子 所以你看 这么多奇奇怪怪的 当然还有其他的症状 包括什么一叶白头 什么什么水肿 全身水肿 都有可能出现 所以人家讲说 这个到底这个病毒 为什么 美国现在要求说 你要赶快把这个病毒 定序给我公布出来 到底你现在是新型的变异株 还是怎么样 更恐怖的出现 还是说真的就是有人放毒 你要给我们一个交代 因为基因定序 马上就看得出来 好了 那现在抢药槽就开始出现 大陆之前不是讲说 刚才柏亚也讲到 普拿藤一包 可以卖到一千五 很夸张 那我说实在话 可不可以帮台湾想想 其实除了抢药槽 除了这个发烧药之外 其实其他很多药物也不行 包括眼科的麻醉药 包括什么什么 什么气喘的 听说胃药都都在去 这太离谱了 不是 因为说实在话 因为中国大陆 是主宰着很多 那个药物的 那个原料出口 之前俄乌大战的话 已经影响到很多的原物 药物制作的原物料 还有很多厂商 他们制作药品的那个出口 那现在中国大陆如果再出现 这么出多情况的情况下 十亿人 十四亿人开始抢药之外 他什么都抢 他管你什么东西 他都管抢一通 对 那抢完之后 说实在话 他们也没有办法停止生产 很多原物料 没有办法出口的话 说实在话 今天其实台湾缺药 在今年三月 就已经有药师呼吁了 你今天缺药的这个危机出现之后 你要提早做应应 否则的话 到时候 如果真的有什么病毒株 特异的病毒株 需要用什么药物来治疗 或什么药物缓解症状的话 如果药物缺乏的话 那可能会出现更大的政治问题 不过当然了 台湾这两天关注的呢 还是这个疫情改变的问题 当然反对的一方是大妈说 这是在美国压力之下 使然才会这么做的啊 然后呢 但是问题是 我们如果不展现抗敌的决心 我们凭什么要求盟友来帮助我们呢 但是我们展现抗敌决心之后 盟友会不会来呢 有一票人又讲说 你放心啦 美国不会来啦 是这样吗 我们就要举俄乌战争最新的例子 给大家听听看 因为前一阵子 这个英国的这个军官才爆料 说其实英国特种部队 早就进到乌克兰战场里面 去实时加入这个战争 帮助乌军了 那最新的是 美国军官也大爆料 原来美军也进到了乌克兰战场上 而且还在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吗 就在乌克兰战场上吗 伟航 好的 我们来看一下 最近乌尔的战场 我们都知道 现在现场前线 就是所谓的绞肉机 就是每天都非常惨重的人命伤亡 大家回归 一次世界大战 豪钩战的拿把双方火炮互轟 那个乌克兰轟了一千八 俄罗斯轟了一万八 双方不断的互轟 好 那我们来看最新的发展 然后我们再一路谈到包括台海的局势 首先网路上最近流传一则影片 这一台机器 它是火箭发射车 这个叫TOS TOS这个是俄罗斯 它自己做出来的系统 下面是坦克车的履带 上面是火箭发射器 七秒可以一口气把所有的火箭 通通打出去 那这个本来就是一般火箭 就如画面中所显示 好像没什么了解 可是俄罗斯最近它放什么呢 温压弹 这个弹 如果你是用来清除一个 没有人的地域 它的作用就是把这边所有东西都烧掉 可是如果它是打到有壕沟的地区 这就可能会有人道争议 因为它打过去一瞬间爆开的时候 它会把空气中的养分都烧掉 就会形成一个无氧区域 所有人可能是自息而死的 所以这可能是违反战争这个公约的 国际公约的一个武器 那是不是真的有使用这个 真的有人调查 是不是又开始使用了 但是另外一个呢 我们看到了 这个影片其实一开始是在 马力乌波尔 我们看到这个武器 然后呢 现在在马林卡这个城市 我们也看到这个天上掉像星星一样的东西 然后很漂亮像烟火这个东西下来 这个是什么呢 我们在马力乌波尔看到的时候 他们说因为马力乌波尔的这个防御太厚了 它无法打穿都是钢铁的屋顶 所以它用这个铝热弹 可以烧到几千度的铝热弹 去尝试把它烧破 然后烧到下面好破 同样的 这是在马林卡 它只是一般的居民居住的城市 它也使用铝热弹 这就会有问题了 虽然这个城市因为打太久 它打了六个月都没有打下来 那居民都撤走了 可是呢 这就是变成乌军的阵地嘛 他们就逐街逐巷逐房的 跟俄军在交所 俄军实在打不下来 实在是火 他们就射铝热弹 打算就叛逆 整个都市全部都烧掉 好问题来了 一样是这个可能会涉及 就是违反战争公园 因为这也是不能道的武器 我们要说这个马林卡在哪里 它就在盾内斯克的旁边 也就是说盾内斯克现在是俄罗斯掌控的地方 马林卡就是在俄罗斯掌控地区旁边的一个眼中钉 肉中刺 所以我说拔六个月都拔不掉 怎么打都打不下来 其实开战的前几天 我们就说马林卡可能很快会被拿下来 拿到现在都没拿下来 没想到撑到现在 没想到撑到现在 它就真的就是一个小镇 有点像比如说台北市旁边有个地方叫树林这样子 你说台北市俄罗斯已经占据了好几年 从2014战到现在树林就是拿不下来 它就天天打都打不下来 打了六个月都拿不下来 等那种感觉了 好这代表前线的作战已经进入不能道的层次 开始使用一些可能不被允许的武器了 但是俄军的推进仍然非常的困难 为什么 其实就是在于乌军非常强大的步兵 对 沿街主巷打城镇战在聚守 那俄军虽然有非常多高科技的武器 其实对于城镇战这种地形还是在发挥上有一点困难 也都使得这个战术很难施展 就一直长期对峙 好再来前线士兵最近出现了两段画面 第一段是这个推特影片显示是 瓦格纳集团 他是在这个巴哈姆特前线作战 这个画面显示这些瓦格纳集团的士兵 在乌克兰的运兵车里面 被乌克兰士兵一前一后的压送 他们头都滴滴的 抱着头在这个运兵车里面头滴滴的 为什么因为投降了嘛 投降的时候你就说手都抱着头了 休门的瓦格纳集团投降了 重点是他们是佣兵啊 领非常多钱来打仗的 就特先投降了 这个当然啊 乌克兰特别去派他 你可以看到画面中 还有这个乌克兰士兵还在给他派特写 为什么 真的很难得 如果是俘虎到义务义 俘虎到志愿义 那样都算了 俘虎到佣兵啊不得表 连佣兵都没有战斗意 只要注意这个人是领最多钱的 他们都没有战斗意识 都在基站的前线决定投降 而且是整批啊 不然怎么会这样 好守好久一整群人 这大概就是一个班一口气都投降 所以原则上前方的战况 因为过度激烈 可能这些瓦格纳都觉得说 我在前线我是死定啊 我每天在那边看到交 我后面的装备又不来 我还不如直接都投降 那我赚这些钱要有什么用啊 划不到啊 风险过高啊 利益有限的风险过高 好 然后另外呢则是另外一看起来好像是异物异 什么样的画面呢 黑暗之中 有长官班长啊 或是什么长在训化 训化到一半 他从旁边拿出一根棍子 开始对这被训化的士兵怎么样 敲脚 敲头 敲手 直接敲下去了 这种事情那中华民国国军是绝对不会出现的 不可能出现 很多人说国军会怎么打阿兵哥不可能啊 我在当兵的时候就 绝对不会有了我们要跟阿兵哥说你的静你姿势不正确要修正他 我们还要说我现在要修正你的姿势请问你允许我修正吗 才能吹碰阿兵哥啦 可能罗斯庙室要在管的时间棒只有人要靠下去了 好 那会为什么发生这个场景 据传是这些士兵临阵脱逃 他用前线的壕沟逃回来 可能就觉得前面守不住了太危险我就往后撤 找到那个很生气啊 我叫你死守 你居然就这样跑掉 我就叫你死守居然就死在那你还跑回来 第一前叛逃是可以开枪枪决的 可能就觉得前面守不住了太危险我就往后撤 找到那个很生气啊 我叫你死守 你居然就这样跑掉 我就叫你死守居然就死在那你还跑回来 敌前叛逃是可以开枪枪决的 但是可能怕没人了 开枪枪决就没人了 他就用尻的用打的 这也凸显他们前线的时期 的确会有很大的问题 我必须要说就是 实际上在这个 如果这些人是步兵的话 我们在步兵都有一个守则 就是长官叫你守 就没有撤退的 以前我们在台湾的步兵学校学 他就有防守的定义就是 固守我军阵力 击退来犯敌军是势力 我就有同学啊 军官局所说报告 请问什么叫做击退来犯敌军是势力 什么时候要走啊 长官又说没有没有要走啊 守到死关方位置啊 好所以原则上这些人 他应该死全部 就算要死也是全部死在前线 但他们都决定跑回来 因为我在后面挨棍子 我也不要跟你在前线送命啊 好那为什么不要在前线送命啊 除了乌军的奋勇作战之外 这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 今天有个美国陆军上校 叫马格里特的爆料 他说北约除了援助武器之外 在前线 也有这个美军的将士 在协助作战 特别是操作重武器 这就妙了 到底是去那边当教官 我叫你怎么打 我告诉你怎么发射 还是我看不下去 我自己帮你射 这是完全不同的状况 因为如果是真的北约的军人 就在那边现场操作的话 那是不是就形同北约参战 是啊 当然啊 而且美国一直说我没派兵啊 对以前韩战的时候 俄罗斯也说没有 这不能讲啊 可是飞机都是苏联人在开的嘛 好所以现在当然有人放这个消息 我们还是存疑的太多 因为他说有这个三五万 那是太多了 三五百 三五十个总有可能吧 他们到底在前线用什么样的方式呢 如果是美国人在第一线 去教授这相关的知识 我认为的确可以大幅增加乌军战 因为他们这些武器 本来就是非常熟悉 可是还是现场 第一现场还是先到语言通不通 不是所有人都会说英文 好看完这个乌尔战争 接下来就看到台海的局势了 我们看到乌尔战争 开始进行相关的兵力调整之后 习近平他自己心里也会有数 土丁一开始想要秒杀乌克兰 失败之后战争一脱场 国家元气慢慢被虚化 那同样的呢 习近平也是想要秒杀台湾 他的整个战争想定都是 我可以快速的夺岛 我可以一举二四小时 三小时之内就拿下全台 可是实质上 现在随着台湾的扩军 志愿意化之后 我们现在再次恢复EUV 我不要说 EUV当然他真正投入 实际投入 一年起的投入 大概真正人比较多 大概要2025年以后 那都是很久以后的事情 但是我们正在朝这个方向去改变 那如果习近平的思维不改 那他碰上我们全新的 这个军政的安排 其实应该会碰到 非常大的挫折 不过这次的乌俄大战 是彻底改变了未来战争的形态 台湾当然也看到了 所以这一次我们这个义务役 这个未来会恢复为一年之后 它整个的训练内容 还有任务编制的这个修改 也创下了十年来最大的这个变动 当然面对未来这个新的 这个战争的形态 以后我们这一些新制的 义务役的官兵们 就必须去学习 在这个新型战争的这个战场上 所必须要具备的 比方说你如何去使用这个设备 还有你必备的这样的一个技术 例如无人机 就请教将军 如果未来台海发生战争的话 像我们台湾的这个无人机 是蛮厉害的 那我们如何运用 其他个别的特性 来这个反制共军呢 这当然 其实这次国防部所宣布的 是贯彻总统的命令 就是要把兵役恢复到一年 其实这个决定真的很勇敢 我说实话 以一个政治人物来讲 这极有可能会影响到 他政党选票 所以蔡英文总讲出一句话 他说国家的未来 比政党的未来更重要 我这两个字 我只有讲两个字 我佩服 我真的佩服 但是这对不对 是对的 因为不是增加一年而已 他整个把国军的训练 跟一起内容作战方式 整个革新化的推翻 重新改变一次 这真的不容易 现在国军的干部应该是非常的辛苦 第一个 以实战为主 以前的国军 永远都是假想敌 永远都是看不到敌人 所以说你不会有那种敌情意识 是 可是现在国军看到敌人太容易了 我们千年都看到了 对啊 对不对 七十几架就到我们的新南海域来飞 真的 动不动就到我们的宜兰 新竹外 还都看得到这个贡舰 在那边跑来跑去 所以现在实战很重要 所以我们国军的训练 恢复一年之后 以实战为核心 然后入伍训练增长 从五周变八周 就变两个月啊 然后呢 整个部队训练 从原来的八周 变成44周 增加了五倍多 而且这44周里面 不是混的 因为里面包含了什么 里面包含了驻地训练 包含了单兵训练 包含组合训练 包含了基地训练 包含了三军联合训练 全部进去 这整套做完刚好五十二周 一年过去了 所以也就是说 未来到军中当兵的这些朋友 你绝对不要担心三件事 应该没有什么扫地的机会了 也不会有什么 什么割草刷油漆的机会了 因为光是这些科目 你五十二周 你会非常的精实 所以你回来以后 你可以跟你的朋友 说你当四个月的兵 我跟当五十二周的兵 不一样 不一样 因为我射击过的实弹 是你这辈子都没有办法接触的 我现在是架杠南珠海 对 我不是一个合格的步枪兵 我是一个精锐的战斗员 这完全不一样 第二讲到量 就是我增加了 包含了训练 包含了射击的数量 包含了整个基地 野外求生的数量 最主要是心 我觉得这点 是让我最震撼的 就是不再是什么 我把步枪打好就好 然后新兵用枪开始刺枪 一次就刺三个小时 浪费时间 他现在做法是 基础的训练给你做 你要会射击步枪 射击完之后 开始组合分流 你是飞弹兵 你是反装甲兵 你是各种的 无人机操作兵 各做各的训练 不要浪费时间 也不要说今天 他一个在负责 做无人机的操作 我在旁边看 不用看 你去学你的标枪飞弹 我在学标枪飞弹的时候 你也不要看 你去学你的 这个多人操作武器 你去学机枪 各学各的 等到分段训练完毕之后 组合训练 那么这些 最新的其实就是 无人机了 因为无人机以前 我在当中校的时候 就中科研究来推 说我们要推 无人机的案子 让我们的侦查搜索 可以战场透明化 当时长官只讲了两件事 玩具飞机 玩具飞机 搞这干什么 这有用吗 后来这次乌克兰战争 大家发现 哇不是有用 是非常可怕 是非常可怕 超级有用 所以一定要用 但这个用法 还不能单纯 就是说 我都是用中科院的装备 要跟口罩 跟我们防疫一样 要做无人机国家队 无人机国家队 中华民国的无人机 非常强 但是你光靠中科院 中科院其实很有 他研究的 已经蛮有成果的 曾当时二三十年前 长官所讲的玩具 现在变成什么 这是美国的 美国的MQ-9B 海上卫士 这我们有了 是 腾云二型 中科院 当时就被称为是玩具的 现在飞上天了 而且可以还中华民国 全做国土一圈 不用落地 看得清清楚楚 红雀三型 这比较小型的 是监视侦查的 然后这个 叫做台版的TB-2 台版的TB-2 为什么 他可以攻击 他是可以攻击的 他可以带 2.75寸的火箭弹 他可以实施 跟Apache直升机 一样的攻击 所以他叫台版的TB-2 所以目前研发成功 然后这个更厉害 剑翔反登陆的利器 他飞出去 然后他对于 什么东西会危害 不是人 不是人 雷达 他是专门针对雷达 反辐射 他一爆炸 所有雷达瞎眼 所有武器失去功能 这太重要了 所以说这款剑翔 他是专门瘫痪 共军要威胁 我们的航空母舰 所有的装备 电子仪器 他就是做这些事 那这个火红雀就很简单了 台版的弹簧刀 台版的弹簧刀 弹簧刀不用我解释了吧 对 打出去游荡炸弹 到处飞 见到人就炸 就是他 对 那这些都是中科院发展的 可是呢 不够 还不够 不够 不够 因为未来 因应新式的疫情 恢复一年以后 我们每一个班都要有一个无人机操作手 那无人机 这都不是 这都不是单兵操作的 这都要好几个人操作 单兵操作是哪一种 就是无人机国家队 每一个单兵 手上都有一个 一个小小的折叠背包 背着 一个班就有一个 然后这个班长下面定说 对二兵注意 到前方去观察敌情 他不需要在那个地方 头擦两根槽 我以左方 过近辅近方式进去 出枪慢 转枪面快 看前方有没有敌人 落伍了 不是这种做法 对 他只要做两个动作 哪两个动作 他只要蹲低 把背包拿起来 然后无人机升空 所有的影像 都在他的这个显示器里面 OK 而且他也不用回报了 还不用回报 直接传到联指挥所 联掌的荧幕里面 对 这就是整个革新的战法 那么这一些 大家说这是梦 不是梦 因为台湾都做得到 台湾都做得到了 所以说台湾的无人机 国家队成立之后 把台湾的无人机产业 从每年的不到十亿 现在已经冲到五百亿 冲到五百亿了 五百亿要投入 来做国家队的这个无人机 做出来之后 未来一年之后 新兵进入这个部队服役之后 你完成了新兵训练 两个月以后 你到部队去 我相信这个缺一定 很多人抢 无人机操作手 很多人爱啊 对啊 多爽啊 你拿到这个东西之后 你可以对于无人机的操作 你可以拿执照 我们台湾飞无人机 要执照的 对你到军中你有执照 而且你对于保家卫国 侦查搜索战场透明化 你有不可抹灭的功劳 所以谁说当兵 一定要练得跟撞得 跟蓝坡一样 这好重要啊 不用不用 用脑子一样可以当兵 用脑筋一样可以当兵 这就叫做国家 国家所产生 学道转道 而且呢 对于整体国军的战场透明化 立下汉马功劳 立下汉马功劳 而且我们在力大大提升啊 对这叫科技服役科技当兵 所以说从时从量从心 这改变了 所以说如果说能够按照这个目标去走 我真的觉得延长 恢复一年的兵役 值得 那你说这样子会不会对国军有战力 会 所以大家可以看 这是我们现在国家里面所有的 红尊火箭弹 陆战队跟海巡已经在用了 未来所有的守备部队都会买 一个班两枚 一个班两枚 对它是非常好的反装甲武器 另外标枪飞弹 这个就比较贵 因为这个一枚打出去 就是一辆国产车飞出去了 一枚打出去就一辆国产车 它非常贵 它非常贵 所以这只有反装甲连才有 它不是每一个当兵的阿兵哥都拿得到了 但是红准飞弹是可以 另外刺针飞弹是打飞机的 这是防控单位 所以未来义务役的训练大转换 它不再是踢阵部扫地刷油漆 它是要做什么 它要做第一线的拘束于守备 所以这叫做义务役的部队 义务役的弟兄 叫做业余负责拘束守备 专业负责打击 这就是两个分工 但是你不要认为说 那我们义务役是不是就是杀包 不是 你所负责的拘束成功于否 可以影响到消灭敌人的力道于否 所以说你的薪水也加薪了 你不再是拿那个几千块钱 加到两万六 所以说很多弟兄跟我反映 他说我当兵的时候好像没有拿两万六 我说没有关系 再回来当 开玩笑不能回去了 对就表示说国家对于整个战力提升 不是口号 对于整体的训练方式 训练模式训练环境 还有训练的待遇都做了很大的改变 另外科技防疫 科技的服役 科技的作战 也纳入这一次改革的方式 所以说未来一年国防部很辛苦 现在的军中的干部也很辛苦 所以说大家一起帮国防部加油 需要我们尽精尽力 所有无人机的国家队 一定要投入 这样会让整体的国防更坚强 所以兵役恢复成这个一年的这个时间 是应该而且必要的 但是呢 这个蓝英的部分 像赵少康就讲 他说这个就是美国压力来 你们才做的 还骂这个蔡英文是这个 美国的这个儿皇帝 而且呢 这个他还讲说 如果今天是我执政 我马上把它恢复回来 所以就请教这个天灵委员 这个赵浩康是马友友 我们都知道 那当初马英九的这个 募兵制的这个四个月 我们也想请问赵浩康 你觉得成功吗 那在这个马英九强退了 募兵制四个月之后 他有没有掏空台湾的兵源 所以造成今天台湾必须不得 我们不得不恢复 这样一个状况 当然在这个 疫情恢复一年之后 很多人就内容 来进行讨论 比方说 大家觉得说 那他们以后 可能可以实时操作红准 或者是操作赤真很好 但是也有人质疑说 我们真的有这么 这么多的武器吗 那我们现在这个义务医 我们的薪水升高了 没错 那我们的资源意义怎么办 会不会以后 资源意义的募兵就很困难 那当然非常多的这个问题 就已经出来了 就请教委员的看法 我觉得不分党派 我们应该有个大灾问 就是我们要怎么样确保台湾的生活制度 我们的宪政体制 我们的自由民主 刚才很多来宾都有提到说 从防疫 从很多的我们的这些现象里面 发现民主是强认的 民主是可以自我修正的 我们不要过威权的生活 可话说的容易啊 所以他已经摆明了 从各种文告里面就告诉你 我不排除要无懂台湾 马英九那个时候的做法 他会认为就是说 以和为贵 所以要推动的是九二共识 一中各表 然后希望的是 透过中国走进全世界 所以他签的是ECFA 他所做的方法是外交修兵 他所做的方法是国防 把他减少兵源 可是这样的做法 有没有换来真正的和平呢 我们看到说 习近平他的文告 马上给你宣布 没有所谓的什么一中各表 他告诉你九二共识 就是一国两制台湾方案 所以这是一个自己在内部治理 就没有任何宪政秩序 对台湾根本也没有任何承诺可言的国家 所以台湾当然我们希望可以跟他和平稳定发展 但是绝对不能放弃外交 绝对不能放弃国防 绝对不能放弃经济发展 这是民进党蔡英文的主张 那我们做了哪些东西呢 过去那个马英九 他在整个外交修兵 国防修兵的时候 造成很多糟糕的现象 第一个募兵制我们是支持 可是你募兵制的时候 你的真兵竟然把他意义降到只有四个月 全世界都找不到的 更不要说我们是有面对到敌国的威胁 你看南韩 你看新加坡 他们都是二十四个月起跳 以色列是男生是至少要三年 女生也要当兵的 那在这种情形之下 当然包括美国在临近的印太地区国家 会担心啊 因为台湾是中国大陆扬言要打的一个热点 可是我们的义务役竟然只有四个月 对 于北城将军刚好讲 四个月那叫做什么 基本的步枪兵而已 而且那个步枪兵呢 他可能只打到不到八十发子弹 他就退役了 而且他的八十发子弹是指训练什么 只训练趴在那里的射击 现在我们恢复到一年的情况之下 他光是步枪兵 他就是立体的 他要打八百发 他要打十倍以上的弹药 而且他打的不是那种矮板的 只是虚应故事 趴在地上打的 他是跪着打 撤着打 跑着打 城镇作战怎么打 他是有非常多元的步枪 而且不用等到了这个三五年后 全部这六万个 九十四年次以后上路才做 现在四个月的就立刻改革 现在四个月也改了 对 也要改成 他打的这八十发的这个子弹 也是必须要非常灵活来运用的 应该 对 这非常应该 对 那我们回头要讲的就是说 他的做法不只是把四个月恢复一年 这么简单而已 今天自由时报的这个总编辑 周景伟讲得很好 他说蔡英文这位女性总统 做到了很多男人做不到的事情 蔡英文总统这一次做的是 花了两年的时间 进行部队的改革 所以他昨天公布的 不只是所谓四个月变一年 他改革是这样子 第一个 我们让我们的战斗部队 这所谓的二十一万人到十八万人的战斗部队 就是我们的职业军人 我们的志愿役 让他们可以有更好的生活 更好的薪水 我可以给大家看 你看我们的薪水现在做的多好 我们的士兵最普通的二兵 你一开始来这个入伍之后 就是三万五千三百二十 你如果做到上宾的时候 就有三万八千七百七十 然后你看我们的士官 从下士开始 你起跳是四万一千四百五 你如果这样子慢慢做 变成一个专业的士官长 最高可以拿超过六万 最高可以拿超过六万 你做到军官就更不简单 你从少位开始就是五万超过 你做到上校的时候 还可以到八万一千一百五十 降官我们就先不说了 人太少了 所以这一些志愿役 其实早就加薪了 早就在年金改革里面 长留久用了 我们还有心安方案 以前人家都嫌住得很烂 不想去当兵 现在我们住的 其实是相当舒适 很有尊严的 我们的这个现在军服 我现在特别穿了 空军的一个 私自中我的一个夹克外套 现在的衣服是给你一个 非常充足稳定的裁员 让你可以自行去购买 非常英挺帅气的制服 所以我们现在第一线的 这十八万到二十一万的 这些战斗部队 是精良的 是有尊严的 是薪资相当丰沛的 所以不要再被 好像说什么 看到两万六很羡慕 做志愿役都没有加薪 早就加过了 早就加过了 别担心 可是现在更厉害了 从以前的六千块 一下加到两万六 几乎跟我们的基本工资 现在增幅是一致了 那在这种情形之下 你想想看 这一年里面 我们不仅进行的是精良的 这样的一个训练 而且这些训练 背后都可以拿证照的 以后可以成为一个专业的 EMT的紧急救护人员 你可能可以开的是战斗部队里面的大卡车 你所进行的无人机的驾驶 以后不是只有在战场上用 现在的无人机国家会进入到军规商用 以后喷农药 以后巡视我们的科技农业 你以后都可以操作这些无人机 用于农业的用途 经济的用途 所以你这一年里面 你来退役之后 你是带着满身的功夫 满身的证照 而且还有两万六乘以十二个月 你不用担心这一年是浪费的 以前大家都怕说我当兵这一年 我就浪费掉了 而且现在因为有两年的时间 蔡英文总统把整个第一线的战斗部队 一无一这六万的守备部队 甚至连民防系统都加进去了 以前我们在各县市听到什么 易销啊 易警啊 易交啊 易刑啊 这些人过去只做他在业务范围内的宣导 或者是防灾 但是未来呢 他在战时的时候 就会成为是另外一个守备部队 没错 然后呢最后还有我们的广大的后备军人 所以从战斗部队来守备部队 到民防系统 到最后的后备战力 这是蔡英文总统昨天献给国人 自我防卫的能量 所以你看包括美国在内 立刻全世界各个主流 自由民主国家都表达了 欢迎台湾对于征兵制度的改革 所以我们要讲的就是说 自己的国家自己救 而且你看国防授权法 美国通过之后 如果我们的这些无人机 二零二四要量产 假设中共真的敢在明年打过来 马上弹簧刀 一百亿五年 这个一百亿的这个 美金的这样支援 马上就送过来支援台湾啦 所以我要强调就是说 赵少康大哥 他所讲的话实在是 不要为反对而反对啦 你去年自己才在讲到说 四个月怎么当兵啊 四个月怎么有战斗力啊 然后在讥笑我们的国军 我们经过了两年的改革 他说我们现在这些兵能战吗 你能撑多久 你才当了四个月的兵 对就是失败主义啦 这不过才去年讲的 结果呢 现在一推出这样的一个改革方案 而且又加新的改革方案 有实质训练效果的改革方案 有尊严的这样的一年的改革方案 你又讲到说 你如果你们执政要把它改回来 那你最好叫朱立伦也附送一次啊 国民党他现在发现说 民意极度支持 国内外都支持 他不敢反对 你看王鸿威就很好笑啦 他第一时间讲说 这个不和谈啊 不交流啦 把这个艺难当牺牲品 结果发现大家反应很不错 他今天就改口了 我也支持 我也支持 所以国民党的朋友 你要学学美国啦 学学日本啦 内部怎么竞争斗争 有输有贏啦 这次我们民党输 你们国民党赢 没关系啊 这就是民主嘛 可是对外要一致啦 要团结啦 如果连这种事情上面 你都要呈现这种 心口不一 呈现这样子的内斗 我觉得真的会被人家唾弃 而且蔡英文总统 昨天宣布了这个 我们的疫情恢复到一年的这个消息 马上在这个各大国际媒体上面 都已经见报了 为什么 因为世界各国都在看嘛 面对中共的挑衅 台湾到底会怎么做 中国最近动作那么多 台湾能够不动吗 结果你看中国官媒 马上啊 群起公知啊 说什么 台湾的这个把疫情恢复为这个一年 就是在这个为这个 把台湾推向战争的一个举动 笑死人了 就行叫敏宽 解放军几年 解放军两年 那到底谁比较想打仗 对于解放军来说 现在对于印太最大的压力 为什么呢 因为中共造飞机 哇 一直打一直打一直打 那个飞机丢丢的宛如是整个水银泄地 然后呢下战船 先跟各位说 各个国家下战船都会非常谨慎 因为那个是很大的预算 中国是像下饺子一样 现在居然连第五艘航母的模型都出来了 等一下我们来跟各位说 但是我们这次的所谓的兵役 很多人都说延长 其实这个叫恢复 因为过去的兵役法 是两年到三年 这个是义务役嘛 那么自愿役的话 都是所谓的募役 那后来呢 就在整个法院上面 做了一个调整 但是我们这时候来看 中国他还是要维持 他大国的一个尊严 所以呢这时候中国 刚好跟各位说嘛 现在对于全世界最难过的人是谁 解放军 为什么呢 战舰那么多 航母那么多 潜水艇那么多 飞机那么多 各位出得去吗 他就只能够在自己院子玩 各位你有没有发现 他就在西太平洋当中 然后就在那边出去一下 就绕回来 出去一下就绕回来 为什么呢 往外一走 日本韩国守在上面 往南方一走 包括了美军 包括了台湾守在下面 就算那种南方突破的时候 菲律宾有点挡不住 对不对 美国都叫澳洲往前顶嘛 所以呢他就只能够在院子玩 那这时候只能够在院子玩呢 当然要拉帮结派 那拉帮结派的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发现 济南舰跟瓦梁阁号 这是两台 共同在做整个编队训练 但看这张图 你看这张图是简单的图 仔细往内看 很内心充满了唏嘘 先来说 这个是济南舰 对不对 尤其你有没有发现 他济南舰的雷达是球形的 那你在看瓦梁阁号 瓦梁阁号上面的雷达 他是会旋转的 各位很多人会说 那球形跟旋转差在哪边呢 很简单 一差差三十年 差了三十年 这个是科技跟能力上面的一个差别 过去的老雷达要在那边一直转 一直转 现在的雷达要不要转 现在的雷达不用转 现在的雷达是定频去网上做整个设计的 但是呢 现在可以确定一件事情是 中国他要拉帮结派 但可以确定俄罗斯被打残 对 俄罗斯现在其实是没有能力的 所以呢 俄罗斯的整个所谓的太平洋舰队 总共就剩四条 对不对 然后就是两条过来支援一下 然后两条回去守母港 然后一直在那边转换 俄罗斯有能力吗 再跟各位说 俄罗斯一点能力都没有 但最近呢 中国出这张图 让大家还真有点看不懂 他连做两个动作 我们现在看第一个动作 中国目前呢 有三艘的航母 这个大家都晓得 他有八艘的洞五五万顿大驱 目前第四艘还在整个运舰当中 结果第五艘 现在据传模型已经出来 这个模型出来了 哇 阵仗还挺大的 第一个 旋号已经出来了 动两动 然后呢 模型出来之后呢 大家突然间发现 第一件事情是 这一台航母没烟囱了 那又起 没烟囱代表什么 不排气嘛 不排气代表什么 核动力 所以核动力 无烟囱 重点是 它是非常小的一个舰岛 它这个非常小的一个舰岛呢 跟整个 目前美军的架构是一样的 就航空母舰来说 舰岛越小 是不是就代表跑道越大 那我跑道越大 我的飞机就能够放进去的越多 那目前很多人就说 它在为中国的第六代的战机 在做准备当中 好 我们把这个前提先列印下来 它有第六代的战机 可是再往内一看 怎么看怎么不像 我们先来看 这是一台沙漠黄色的一个 类似好像歼20的一个战机 但是最近在整个航空展当中 它做了很多很特殊的一个动作 目前大家在看是 这个到底是歼20的改良版 还是全新的歼35的一个全新战机 但就目前来说的话 中国他们现在号称一件事 什么事 他们说我们所有的战斗机 通通已经换新成功 引擎通通换新的 那目前更新的一个引擎 更省油 爬升力更快 更灵活 具有更大的一个推力 但第六代战机 其实真正最重要 除了引擎之外 包括了电站 包括了航程 包括了载送 包括了引力性 这个通通都是重点 而且是你在升级的过程当中 别人也在升级 就如同我们台湾也在升级一下 我们来看日本 日本最近不得了了 很多人都知道宇纳国岛 宇纳国岛离台湾110公里 结果那么小的宇纳国岛 再来大家伙要来了 大家伙要来了 包括了整个卫星的天线 包括了雷达的天线 包括了飞弹车 通通会运过去 为什么呢 因为日本对于今年8月 飞弹打上来 飞越台北上空之后 掉在日本经济海域这件事情 他们极度的在意 他们极度的在意 应该在意 他们就在宇纳国岛 目前已经确定 会部署最新的一个 飞弹的一个部队 强化西南诸岛的一个防卫能力 那么日本现在的战术 就跟美国的战术 是一模一样的 这个叫跳蛙 会跳的青蛙 一个岛跟一个岛之间 不管是利用所谓的西洋 山洞等等的 它可以在每个岛当中移动 那又起 移动有两种 海上的移动 跟空军的 跟所谓的空中的移动 空中的移动 这时候大家突然间发现 大家伙真的来了 美军最近为了整个 印太的一个战略 又起这一台 总马王的直升机 一台居然要37亿台币 一台要37亿台币 然后美国说真的太贵了 拜托你们能不能卖便宜一点 目前还在杀价当中 但一买要买200台 那买这200台 结果才发现 这个还真的很能载 为什么很能载呢 它第一个 它能够载重载重13吨 然后飞行的距离 在最高负重的情况之下 大概能够飞110海里 大概折合台币是200公里左右 但各位这个很厉害了 为什么呢 因为它虽然再这么重 对不对 它可以在各式的两栖的 整个舰艇上面就可以进出了 所以它不用非常大的一个舰艇 目前美国为了印太的一个战略 为了印太的岛履的一个战争 一口气把整个战术全部做改变 所以美国改变 日本改变 那台湾做整个所谓的恢复兵役 当然也是一个小小的改变 好 另外我们来看到 九合一大选过后呢 蓝绿现在在做什么呢 现在这个民进党的部分呢 竟然已经这个不但开始慢慢恢复元气了 而且呢 在为2024开始拆炸弹了吗 那国民党呢 国民党九合一这个大胜之后呢 果然如外界的预料内斗开始了吗 好 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议长选举的这个过程里面呢 跑票的跑票啦 然后选完之后退党的退党啦 台南三个人跑票啦 那高雄呢 这个曾俊杰是在选举前倒戈 而基隆的这个张芳令呢则是这个也跑票 那徐晓鑫怎么讲 徐晓鑫说 这些人没关系 慢走不送 本来就应该要全部严格的这个开除党籍 还有这些国民党的这个新生代讲说 这些烂货就让他走吧 话讲的狠狠 可是里面好几个人据说呢 是进进出出国民党好几次的 会不会讲完之后又回国民党了 那另外呢 连蒋万安的这个小内阁呢 都可以让党内炸锅 我们看到蒋万安的任用了这个 马英九时代总统府的这个发言人英伟 英伟呢 空降北市府十二职等的这个市政顾问 为什么党内会炸锅呢 因为据说 他就是马英九执政后期政权大败的祸首之一呀 结果呢 情势不好的时候呢 他居然2017年就 2017年就举家移民澳洲了 就这个国民党这个烂脑 那我现在先远离这个暴风圈 而且呢 他说这一次选举他毫无战功 一分钟的力都没出 结果落跑跑第一啦 抢官也冲第一啦 然后这个国民党内就大骂说 这种人可供富贵不能同换 那你居然还用他 你把其他这些为你付出的人当什么 所以来营内部炸锅 好那另外一个呢 就是副市长林奕华 林奕华呢 现在的不辞立委 据说他拖到这个二月份 那这个立委就可不用补选了 然后所以他现在是延后就任这个副市长 但是脚到海洋船这样可以吗 那现在民进党的这个 现在在这个写寻 写寻林奕华副市长 快回来说 国民党根本就是为了私立 没收了这个立委补选 你们这不就是再占台北市民的这个便宜吗 所以先请到学伟 你怎么看这个蓝绿 现在各自这样的状况 刚才很多人是讲到兵役 对不对 我就跟你讲说兵役 恢复成一年 延长或恢复都可以的 不用拘捏在文字上 反正现在一年的话 这是全民共识 大部分的共识嘛 对对为什么 因为大家觉得说 真的少年假的你 你花一年的时间 做一些训练也不错 可是我说实在话 你今天要展现说 台湾人你要保卫 防卫自己国家 国土人民的决心的话 那你要做出一些实力出来嘛 对不对 那当然保卫决心 国土的决心 不一定是在服兵役这个上面 我可能在我的领域 工作领域 或者科技领域 或者什么东西专长上面 我表现得很好的话 那也是对国家一个贡献嘛 对不对既然是贡献的话 所以不一定在这个军事上 可是军事上为什么 因为台湾有必要 每个人 因为说实在话 你中共老大在那边 常常散布过去就没了 那你要对军事 要有一些基本的了解跟概念 对不对 所以这一年的训练 可是我说实在 我这次看到国民国防部 发布了这些东西 我还是要提出一些警讯 对不对 你说一年期的义务役的话 告诉你说 他们现在分得很清楚 什么八周的基本训练 什么涉及训练 什么涉及至少要168什么东西 不要一直在告诉我 说168800发 你真的如果真的要训练成一个 有资格的那个战事的话 你看美国收信时数241个小时 他们是射2000发 对不对 整天在说的子弹800发 那是在外交 我说一句咖啡而已 你如果射不准 还是那个步枪不是很好 那你射再多发 有个一样那个批用 对不对 所以跟你讲说 不要在那个数字上 一直在告诉人家 这些有的没有的 八周基本训练 好了那你说实在话 一年延长训练 哇他 洋洋洒洒的 八周基本训练 七周专精训练 十八周驻地训练 十三周基地训练 还要六周联合演训 你参加那个什么 汉光演习 什么乱七八糟 我讲实在话 你讲了这么多东西的话 真的有办法落实吗 对不对 我现在就问你 像那个军事专家接种就讲 国军的现在训练的饱和量 已经饱和了 对不对 你接下来 第一年2024年 入伍的那个什么 新义男九千多个人 他是最少的 可是慢慢逐年会增加 因为有些人去读大学 或干什么 所以慢慢会增加 到了七八年之后 他就会恢复一个常态 就大概一年有九万多人 好那你到时候进去的话 你告诉我 现在国军的接训练 已经饱和了 对不对 那你现在的训练场地 够不够 我昨天已经有提出这个质疑了 对不对 那你的武器精准精准度够不够 这个才是说 我今天送子弟上战场 去当服务兵役 如果真的一旦打起来之后 我的子弟有没有在战场上 可以自我保护 对不对 连命都没法照顾 时尽要怎么保卫国土 从你民防协力 讲了一大堆有的没有的 我说实话 现在就是在 我们的战术战略 就是说在敌人登陆之前 透过那个后勤动员 作为最后成为城镇保卫战 就是拒止你海外拒止 那海外拒止 我要拉长一个战线出去的话 我就跟你讲 我们的武器够不够吗 对不对 我们的武器 可不可以拒止中共的那个船舰 在台湾海峡就把它击灭击沉 好了 接下来讲回来 那你说现在国军接训量 已经饱和了 训练场地没有办法增加 对不对 那你靶场够不够 我们就讲嘛 台湾本岛能够实施迎击战 那个步兵单位训练的训练场 只有两个 陆军北撤中心在湖口 南撤中心在白河 对不对 那另外一个三军联合作战 远信居立在屏东保立山 就只有这样而已 那你现在如果这个艺南进来的话 你要给他收信的话 讲了刚才一大堆 有没有几周几周训练的话 你说真的 那现在已经训练量已经饱和了 你怎么可以让这九千多人 再进去训练 而且安排这么多 那你怎么训练 难道你现在就是要把那个什么 减少长辈部队的训练周数吗 或者把长辈的那个联兵营的人数减少吗 那你现在战力马上立即下降 那是不可能办到吗 接下来讲到训练机率不够 对不对 那我们现在靶场够不够 对不对 我们现在靶场 训练机率那个面积要够大 距离民态要够远 我们讲说靶场好了 你说靶场 我们去打靶场的话 打靶对不对 是不是那个靶场都离很远 以前在高中在台北市最清楚了 你每次都爬到晴天缸 对不对 车子坐到那个什么北投那个地方 道香村那个地方 行军上去 对不对 为什么靶场要设这么远 我说真的 老百姓你要跟民宅有距离 而且打靶时间还有规定 对不对 像杨梅那个靶场有没有 他就告诉你说你打靶时间 上午只有十点到十二点 下午是两点到四点半 一天打四个半小时 你说要打到八百八 你说八百八 你说要去哪里担 我说一句比较难听的嘛 对不对 所以我就跟你讲说 不要弄一些数字洋洋洒洒 讲得很好看 落实 对不对 我今天老百姓 我进去我的子弟兵 我的子弟去当兵的话 你给他什么样的训练 对不对 这个很重要 不要说有的没的 对不对 好了 那我之前就讲 以前不是讲说教官退出校园 退出校园当人 以前是因为教官说什么 党国思想进行监控 或者是什么乱七八糟一大队 那现在军人 像刚才于北城 于北城将军他也是军人 他就不会灌输你党国思想 他也是党国培育出来的 为什么他的思想会这么先进 大家都有一些心态 所以就跟你讲说 那你现在有没有延续方式 我就讲说 现在你一年期 大家还在讨论一年到底够不够 那不够没关系 你可以往前移往后挪 所以往前移是什么 你现在高中要不要国家 那个军事训练 那个教育课程 你可以先让高中生 先学一些军事的基本概念 不然你突然间 什么都没效的时候 你去里面受训 我都天兵 很坏教的 你短短一年要教到那儿 所以我就跟你讲 你只是把那些 种子教官搞死而已 所以你要不要恢复 以前的那个国防军事教育课程 要不要选修了 变成必修 那最后延长就是教招 我们现在不是每年都在教招吗 那你教招之后 要不要开始扎实训练 对不对 不是每天教招的 单时间时间到吃饭 吃饭吃完就开始看 看电视 那个教招 你可以把它做得比较扎实一点 所以这个很多方法可以改变 好了 那我不管 反正现在队性延长一年 我只希望说国防部 能够好好做 将军你怎么看 国民党的这个问题 2024就算国民党 现在派最强的侯友爷 郭台铭出来 会不会又被这个党中央 给搞砸了 你怎么看 党中央在这一次 2022的选举里面 如果说是党中央领导友方 赢得了2020的选举 我倒不 我就很直白的讲了 不是啦 是地方诸侯 他们各自努力 他们绝对不是因为 党中央提名 或者是精神团结 造成了一股洪流 赢得了顺利 不是 是因为地方这些诸侯 绑得够紧 地方这些派系 连结的够深 才赢的 所以说等到议长 要选举的时候 全部现行 全部现行 因为国民党长期以来 他对于地方的经营 不叫做生根 也不叫做用组织 来协助地方发展 他不是 他是直接找到地方派系的头头 我就直接把你给收买了 直接把你给纳降了 你就变成我的一部分 那以前可以啊 因为以前国民党的这个领导人 叫什么 蒋委员长 蒋公 蒋经国先生 那个是人家听到都会肃然起敬的 所以这些地方的这个派系的首脑 派系的领导人 只要一听到说 蒋委员长要召见我 他马上肃然起敬 我什么都可以给你 只要你召见我 我就觉得毕生的荣耀 那是什么 那是以前是军阀时代嘛 才可以这样 所以以前在上海皇帝 杜月娠不就如此吗 要你打天下的时候 叫你出钱出力 等到要分官派职的时候 对不起说你是黑道 国民党不是都这样吗 从当年上海就如此 到了台湾不是依然如此吗 可是呢 这个状况渐渐在反扑 就是你说花莲县的县长张俊 你说你是黑道 他连议员都不提名你 我要选议长 我至少要当议员嘛 所以他连议员都不提名你 所以张俊说 那我自己参选 那国民党如果真的有尬死 真的有党记 立刻开除 那国民党如果真的有尬死 真的有党记 立刻开除 伟记参选 完全符合党章 立刻开除 但没有开除 他没有开除 选完再说 选完再说 他认为选完以后 张俊应该会这个 倦马归途 还是会回国民党 但是我不让你当议长 你就当个议员就好了 你一样可以继续当国民党的党员 可是张俊他吞不下这口气 所以你看花联县的议长 他怎么说 他说我忍气吞声 他讲的时候 我真的看了 他是在颤抖 是在哽咽 他就想 当时国民党要我的时候 你是说我是兄弟 说我是好朋友 说我是哥们 等到你要推出来选议长的时候 你说我是黑道 这有没有道理啊 你叫我出钱协助党部经营的时候 你说我是最忠贞的党员 等到我要选议长的时候 你说黑道不可以从政 他觉得无法忍受 这种侮辱 所以他就用五党级出来参选 花联县的市议长 选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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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认为说会跟以前一样 选上了就圈鸟归朝 就回归国民党 船过水无痕 这个扫黑的大戏就结束了 想不到张俊说 我退出国民党 他退党了 我退党 我变成五党级的花联县的议长 而且你问我什么时候 我直接告诉你时间 当朱立伦不当党主席的时候 再跟我谈回党 所以直接叫板叫正 就是告诉你 我地方的实力 地方的派系 地方的意见 胜过你这个无能的中央党部 直接跟朱立伦叫板 那花联够精彩吧 还不够精彩 还有基隆 连基隆 基隆我的印象里面 我没有听过不是国民党 来当议长的 这一次跌破专家眼镜 烦啊 而且这位张芳丽他怎么讲 我是要报恩 我报恩 因为他的父亲对我有恩 所以我不得不报 所以我报恩之后 我也觉得我这样做 你们要怎么讲 随便你们 我退党 我也退党 他也退党了 对 所以基隆的议长 破天荒的翻天了 翻天了 所以大家觉得基隆 很精彩吗 这个花联很精彩吗 告诉你南部更精彩 南部更精彩 南部更精彩 整个南部 我就讲嘛 这就是派系共治之后 而且是太依赖派系 来治理组织的时候 反产生的状况 高雄为什么会翻盘 高雄为什么翻盘 会调整 因为高雄以前有许昆元在 许昆元正通人和 他把大家都照顾得很好 不分蓝绿 所以他跳出来选议长 OK 那国民党只要收了 许昆元说 你加入国民党 那你加入 你怎么做 我们都OK 我都可以支持你 只要你当议长 所以许昆元走了以后 高雄还有这个人 跟国民党这么要好吗 没有了 没了 所以说这叫做 树倒狐孙散 大家各自顾性命 赶快跑 所以说当然会跑票 所以你说 这个 国民党也没有培养人 对 你说曾俊杰 不是眷村长大的吗 不是这个国民党的 这个深蓝的吗 怎么会跑掉 它是铁票区的议员 是铁票区 一样跑掉 一样跑掉 就告诉你 党中央你不能再朝短线 你不能再由中央来凌驾地方 你要倾听地方的意识 你要倾听地方的组织 你要专注重视地方的这个想法 所以国民党不能再混了 所以说虽然你只少了台南 高雄 基隆 还有花莲 这只是冰山一角 只是冰山一角 因为2024的选举 这些人都是地方票员的来源 如果你没办法整合他们 你即使赢了2022 这些人心中都有恨 人家说抗龙有悔 那是心中有恨 有恨 这些恨没有消除 因为当时朱立文在提名的时候 其实你说苗栗的恨消除了吗 我不认为苗栗的恨消除了 你认为桃园心中的不满消除了吗 我不认为是因为张善政的当选 而桃园的这些心中的不满都消除 他都还在 还在啊 对 这是野火烧不尽 朱立文如果要用2022的方式 去直接挑战2024 这些一个一个对朱立文不满的 都会跳出来 所以我才说朱立文现在头大 头大就在这里 看来大胜了国民党 但是未来到了2024 他们每次再喊了两个字 团结 那个团结不是真正的团结 而是变成一团心结 真的一团心结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不舒服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点 那个点什么时候爆发 不知道 对 变成你遍地开花 胜利的这各县市 全部变成不定时炸弹 所以朱立文现在 你还不去倾听党义 你至少应该像赖清德一样 你到每个县市去 被骂也没关系 被羞辱也没关系 因为这就叫做倾听 但是听完不是马尔东风 听完没事或是已读不回 你要具体的改变 具体的回应 因为其实现在选民很聪明 我讨厌民进党 我不见得喜欢国民党 如果两党都让我讨厌 那个得票数投票率会低到 你让你跌破眼镜 那这个时候你国民党要如何改变 所以说很多人问我说 国民党怎么站起来 我说不要问我 因为国民党自己也不知道 他说那未来民进党会怎么站起来 我说那也不要问我 因为民进党自己也不知道 民意如水 只要你找到了那个点 他什么时候会起来 什么时候会改变 不知道 所以我觉得2024 本来看来国民党是胜券在握 可是这次的议长选举之后 发现国民党内部的暗潮汹涌 斗得可厉害了 所以朱立伦 如果你不下乡去倾听 不到地方去倾听 那我觉得国民党要重返执政 还有一番非常坎坷的路要走 不过请教天灵委员 大家都很关心说 这个到底要不要还税移民 这个钱到底要不要发 但不管怎么样 其实很明显的看得出来 就是说民进党已经放眼 2024已经开始在拆弹了 那当然这个赖清德 这个下上去跟这个党员沟通 还是炮声龙龙 所以未来你怎么看赖清德 他所面对的这个挑战 其实还是很艰巨 那另外在这个国民党的部分 连蒋万安的小内阁 都可以让这个党内炸锅 那更不要讲这个议长的选举 这个跑的跑 这个退党的退党 然后这个跟民党合作 跟民党的合作 那现在这个看起来 这个他们党员对党中央也是不满的 说这个是一个无能的 这个党中央 猪头党中央 所以你怎么看这个国民党未来 有很大的困局吗 2018年 其实我们地方选举也大败过 那个时候是由蔡总统 蔡主席 然后以党主席身份出来 来进行这样的一个检讨会 可是我觉得那个时候的 检讨会的气氛 比较低迷 那时候真的觉得说好像是相当的执政也不利 有很多讲不清楚 有很多的状况 可是这次赖清德出来 以这个主席参选人的身份 在高雄也办过了 那我们也是主办人之一 所以我们也有一起参与 我觉得那个里面有相当多的建言 但是不是炮生浓浓的建言 不是低迷的建言 是认为说其实我们的执政还是很有信心 但是有哪些应该调整的哪些应该要去改进的 所以我基本上我认为我们的元气并没有散落 我们虽然有几步局在进行 所以确实第一棒是赖清德 他以选主席的这样的一个时间点 开始各地办座谈会 让党员也抒发党员的看法 然后我们来赶快做一些检讨报告 今天也提出了检讨报告 然后第二关就是我们看到蔡总统 把这两年做的兵役改革提出来 刚水友宣的提醒 你放心我们执政党立委 因为还有一年的时间才去做准备 后面还有三到五年时间才会全部就位 所以你刚刚所提醒包括基地的问题 包括这些兵器的问题 训练的问题 其实我对国防部很有信心 我觉得就是说 既然全民有这样的共识 我相信国防部一定会把它做好 因为这个是划时代 而且对台湾的保障很重要 我再次强调 不是只有远距离的兵器有用 我们要让他兵推到 即便让你登岛了 你也占领不了台湾 因为有第一线的战斗部队 我还有六万大军的 异务役的守备部队 我还有数以万计的民防部队 我最后我还有征集来训练几个月的 可以上战场的这些后备部队 所以我会认为 就是说学友兄的提醒国防部 你就认真听好好做 但是我对国防部有信心 那开了这第二弹之后 其实第三弹 我觉得就是1月13号 休会之后的内阁改组 也就是从党 然后到军事改革 然后到我们的整个政府 然后全新的一个面貌 我相信这个过年应该会耳目一新 至于发放这个部分 我会认为现金也罢 振兴券也好 我觉得真的一定要赶快做 然后不要脱过过年 赶快做个宣布 然后让民众我们一起过好年 那回到国民党的角度的话 我先要帮高雄 我们来自高雄 我觉得曾俊杰的情况 我一定要先帮他讲几句话 其实在之前韩国瑜虽然被罢免 他们的议会当时议长叫曾俊燕 副议长叫陆淑美 他们议会是完全执政的 所以在这种情形之下 本来国民党应该很有底气 我议长副议长都是国民党的 可是恰恰不巧 议长跟副议长是不同派系的 国民党分成两三股力量 结果他们的主委许福明 明明也知道这些力量 我不知道许晓晓知不知道 现在讲这个风凉话 但是高雄人人皆知 国民党是分裂的 那在这种情形之下 你是有议长副议长是在任的 你这个时候朱立伦是不是应该到高雄 好好听听看 为什么彼此之间那么的不合 这样的裂痕 为什么迟迟没有办法整合 到底是问题出在哪里 就你都不管 主委也不能民选 党员没有办法选主委的 现在许福明辞职 还要官派另外一个人去 都什么时代了 主委还不能选这样子 这样的分裂的情况 台北从台北看天下 永远都是空降的候选人 一点都不尊重在地的意见 那结果人家这个时候 就算有人了歌了 有人退党了 那你就怪人家 要给他开除 他才不在乎 他已经叫了好久 呼喊好久 党中央要来整合 要来处理 你都不处理 不理你 那你现在就是说 把你开除 他说那开除刚好而已 我就回复到五党籍 我没有任何的牵挂 所以就是说国民党 是一个没有民主制度的政党 现在就有后遗症出现了 好那这个没有民主的制度 不是只有在党内 我认为林毅华委员 他本身也是形象牌 可是这次做这个决定 我觉得不是对蒋万很伤 对国民党整体都很伤 我刚讲一个时间点 一月十三号就休会了 对 那你为什么一定要到 二月一号才要辞职呢 那就摆明你要没收 这一席立委 你说我要坐好坐满 问题是你就要辞职 你现在走也不会有什么差别 那你就算要坐到足 那也是一月十三号就满了 你就可以离开了 你还要拖过一个过年 到二月一号 那就是要达到法律上说的 剩下一年 你就不用补选 那就代表大安区选民 你会有一年没有立法委员 我们现在是单一选区 对不对 那单一选区的情况之下 你议员也是大安区的吧 那你会变成说 理论上你那一区的立委 是林逸华 可是他亲自跟国民党联手 利用法律的漏洞 在毫无必要性的情况之下 让大安区的选民是没有立法委员 长达一年 这是什么决策 这是什么考虑 那就是认为说 我就是怕补选 我不会过了 我就干脆让他没收 这个什么意思 王洪会更可笑了 他自己创下台湾民主制度史上 最快落跑 他那天的宣誓 还投给了有黑道背景的议长 所以这种情形都好荒谬 那算是怎么办 就看选民在不在乎 你选民在乎的话 那就这次吴云荣的补选 你就出来投票 你给他难看 你要在蒋宛安 这些议员就要去质疑他 现在有人在协讯林逸华了 我要强调的就是说 国民党其实已经赢了地方选举 即便在议会有几个倒戈 看起来面子挂不太住 我们民进党也不过就拿三到四个 这个议会而已 可是国民党如果有一种慎选的骄傲 任由分裂继续进行下去 有慎选的骄傲 让这种毫无民主精神的落跑 然后一点都不在乎 那我觉得对2024来讲的话 我们的机会又会大了许多 可是这个胜负都是其次 我还是认为就是说 国防我们要一致对外 民主精神要守护 要不然的话 我会认为再次 还是要给林逸华 因为毕竟现在还在 那个王宏卫没救了 他已经决定落跑 登记了就准备要投票了 问题是林逸华你还有救 你过去累积了那么多教育委员的形象 虽然你是国民党的 可是我觉得你是一个形象牌 你为什么要在这个情况之下 为蒋宛安 为国民党留下那么重要重振的污点 我觉得有没有悬崖勒马的任何可能性 你要三思了 来自大安区的议员 怎么看这个蒋宛安小内阁的争议 包括这个英伟 这个英伟为什么空降 听说好像背后甚至有这个 蒋孝延的这个影子 是不是这样 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 家族开始干政了吗 当然外界会有所质疑 那不然的话为什么英伟要回来 到底这个原因是什么 然后当然那个许小新说 哎呀因为他的经验 都已经在他的这个骨子里了 这样可以检释在过去吗 蒋宛安他要负这个责任 因为他毕竟是选上来的市长 也包括刚刚问了他这个用人 其实这个英伟说老实话 以我对他来了解 他是马政府时期 马英九时期 国民党青年的门面 就是当时马英九用了他 当这个所谓的发言人 然后当然虽然他上节目 背不出马英九的爱台十二建设 有点糗 但是毕竟他当时是 马英九的青年门面 今天许小新出来帮英伟说话 因为他说英伟是他的老师 许小新是英伟带入行的 这些等等 你可以看得到说 英伟是包括许小新在内 一些国民党先在台面上 青年世代的这个领头羊 所以国民党内有其他人 抨击他说 后来国民党选输了 你就举家移居到澳洲 当然他有一个问题 我觉得要厘清 就是说他从2007年开始 移居澳洲到现在 好一段时间了 所以他有没有外国国籍 或是外国永久居留权的问题 其实要讲清楚 因为你十二指腾的市政顾问 相当于是公务员 那你有没有外国的居留 永居权 或者是国籍 这点应该是他要去厘清 不过呢 回过头来看 为什么蒋万要找这个人 有人说是这个蒋校园介绍 但是今天出来一个新的消息 说是他另外一个叫 陈国军的市政顾问介绍的 但无论如何 他用这个人 我觉得他有一个意志 蒋万的目的是在于 他要建立自己的派系 他要建立自己的人马 大家注意到 蒋万选市长的过程当中 他不是 他是国民党的 把他重心拱跃 他走的是马英九的老路 他们两个很多共通点 包括刚从国外回来 马英九立刻就当 这个蒋经国的秘书 刚从国外回来 蒋万就立刻当立委 都是党国权贵的后代 然后一回来就立刻做大官 然后做大官之后 现在登上人生的 这个光荣的高峰 选上台北市长之后 很重要的 他要建立自己的人马 建立自己的军队了 当初在这个选举的时候 很多人都说 蒋万最重要的幕僚有两个 一个是这个政大的教授 于政华 现在于政华他安排 他要接言考会主委 另外一个是蒋大姐 他自己的家人 他的政治上的人马 其实不够了 那可是问题是 你现在在国民党里面的 其他派系 你要去哪里找到 这个会为你蒋万安所用的 政治上的人马 所以他把脑筋动到 英伟头上是一个 他选择的路径 因为英伟 他在国民党选输之后 他远走他乡 他等于是没有被 什么既有的派系吸纳 但是他现在 把他找回来的时候 你等于是抓住了过去 马政府时代的青年这一群 你抓住了他的头 包括像现在许晓信 不是就帮英伟大说好话了吗 对不对 所以蒋万安 他是有计划的要铺牌说 把马时代的这一群青年 重新找回来 然后让他可以有可用之兵 我认为是这样 不过当然也不是说 这些盘算都会 马上来实现 因为理想很丰满 但现实或许很骨感 未来蒋万安的施政 到底说明年的四月开始 议会要开会要咨询 他能不能够 在这个蜜月期当中 拿出有好的表现 或是说到议会咨询的时候 突然被发现说 草包本质 因为像韩国瑜就是这样 选上的时候很风光 结果在议会之后 突然露出正面目之后 民调就往下的崩跌 请到这个伟航 你怎么看这个绿营 最后能不能够拆弹成功 包括钱的问题 兵役的问题 有人讲说兵役是提前炸弹 可是有人讲说 兵役因为2024 是刚好这个新智的艺难 那一年就要进去当兵了 又是在总统大选的选前 这个会不会是一个变数 国民党的部分 那问题可多了 我想民进党的拆弹部分 兵役不要说是拆弹 兵役问题过了这周 就不会有人讨论了 已经解决掉了 接下来就是实际执行 那是一个很漫长 包括银色药 钙 班队什么主信 其实我跟国防部沟通 他们都说2024年下半年 才会是比较大的问题 因为上半年其实没有那么多高中生毕业 去当兵没有那么多 他是陆陆续续进去的 大概是在六七月以后 那总统大选以后 而且18岁不能投票 不会有人要当兵的 那时候要投票 不会影响 而且更重要的重点是 原本大概预期延长一年 会引起争议的部分 主要都是EU1的相关待遇不好 就是大家都觉得EU1很惨 可是昨天薪资部分出来之后 真的给太高了 我这就必须用一个网路迷因来形容 就是我本来想要大声斥责的 可是他给的钱真的太多了 就是实在是不知道该怎么骂 就是特别是像我们当预官的 他现在预官 扣东扣西还要死领三万五 真的太多了 我们当年是领一万五的预官 那个是做到真的会破产 到一开始还可以说我请大家吃饭 到最后都要跟我太太借钱 我才有办法搭车 但是真的是给太多了 那我认为这个钱 如果到时候真的如是下去 这一切都不是问题 好 所以一年兵役拆掉了 重点是明年的第一季 能不能把所谓的这个 4500亿的超收 能不能把它变成现金 或是某些券发出来 这个牵涉到内阁的是不是会改组 因为牵一把动全身 所以我认为这可能不是由苏貞昌决定 可能还是要蔡英文拍吧 大家对于这个事情如果有期待 蔡英文下一次的记者会应该很快就要出来 他如果在过年前出来 把这个当作是一个青春辣红包发的话 我认为即便实际发下去是在三四月 对于民进党的整体声势来讲 又是一次大加分 因为我们回归一个根本 民进党这次选举很差 今天有检讨报告出来 检讨报告是说就是他洋洋沙拉列的总共一万多字 其实就是把大家所有丢出来的意见全部放进去 但是民进党不能闪避的问题其实就是两个 百姓过的苦你到底要怎么办 那至少先发钱去堵住百姓的嘴嘛 因为国民党发不出来这就很现实的一个问题 民进党能够发出来就至少让大家有一个年可以过 今年过后经济怎么样再说所以我认为发贷几率很大 而且很可能就是英系主张的一万块 因为英系之前说要发基本工资 实际上就真的是把它补到基本工资嘛 另外一个要拆的蛋其实是论文案 论文案他今天还在报啊 林根仁的论文被取消 就硕士学位被取消 之后还会有人继续被取消 这个事情不会那么快结束 民进党还是需要去找出一个止血的方法 比如说打到什么样的程度我们就把它做一个了结 或者是建立一个基本的应处模式 我认为蔡英文似乎现在透过他昨天记者会 似乎是打算把这个交给相关的行政流程 但是他的意思就是可能要赖金德去做出一个相关的应处 所以这个问题是赖金德不能回避的 他自己也提到这是一个选战失败的关键 所以后续除了看他这个走全台湾隔离走完之后 就是看他回来之后 他要具体的在1月15号上任之后 就民进党党主席的身份 对这一个党公职在论文案上面 就如果还有论文被取消 到底应该怎么处置 怎么去面对 不然你要用人 人家说这个家伙还有论文在审 到底要不要入阁 其实像现在就有很多要入阁的人 就有类似的问题 大家都讲他如果论文又报了 就刚上任论就报了怎么办 很难看 好 看完民进党 大概在担任这边 国民党呢 其实国民党这些议员会跑掉 会叛逃 只能说合情合理 就是第一国民党没有资源 没办法去买 再来就是朱立伦好死不死 他搞一个同舟计划 动不动大家就同舟回来 过去出去的被提出去又坐船回来 分好几屁先后坐 你就同舟 人家就随时跳舟 因为你会再把他捞上来 所以现在国民党现在就面临一个很大困境 他的党纪形同无误 地方派系也都不把你国民党级当成一回事 那就看朱立伦要不要坚持到底 就让这些人彻底的滚出去 我认为要演 至少要演到总统出选环 不然连党内出选都搞不定 党内出选的时候 那我如果这个我出选落败 我跳无党去选 之后还可以同搜 我也退党反正我同搜会回来 反正我同搜 国民党就完了嘛 所有人都同搜 所有人都坐船来来去 你是渡口啊 每天都渡轮来来去 这不行啊 党就没有党格了 所以我认为朱立伦至少会撑到立伟出选环 他这一套 现在的主意至少撑到立伟出选环 但是后续还有一个演员 就看朱立伦自己有没有拿到总统的提名 如果总统是别人的话 也许他就会放手不管 所以我认为国民党接下来变数 其实已经不是这些人退党 是这些大头们到底在争夺总统提名上